这个时候投资柔佛的产业 我觉得不算迟 最近我们都一直看到柔佛可以讲是好事连连 一直看到政府讲 要怎样刺激柔佛的经济 柔佛的发展之类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二月头有一个报导是这样子讲的 就是柔佛的产业将会有投资的热潮 所以这篇报导有提到的就是柔佛的产业 在去年2023年头的头9个月 是有上涨的趋势的 交易量是有提高了31.8%的 其实蛮高一下的 这样主要的推动因素有以下这几点 第一个就是柔佛新加坡的经济特举 JSSEZ的成立 第二个就是最令人期待的RTS 就是新柔的捷运系统 然后还有在星山里面的轻快铁路线 这样可能大家都蛮常听到RTS 也就是连接新加坡还有柔佛两岸的MRT 这样有了这个MRT就不要给它断下来 直接在星山里面也做轻快铁 我可以预测到了这个星山市 就会好像吉隆坡这样方便了的了 然后讲到这一个柔佛新加坡的经济特区 其实这个计划也是讲了蛮久了的 之前就是只问楼梯想 现在终于见到人下来了 虽然目前政府是还没有定下来 这个经济特区是在哪一区 但是至少两岸已经是签了 MOU 关于这个JSSEZ 有机会我就和大家做一支视频分享一下 如果这一支视频能够有超过1000个观看的话 ok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HSR的重启 目前有很多大财团 submit tender要抢这一个项目来做了的 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讲是是必行 以上的这几个因素可以讲是有政府 还有我们现在第17任最高元首的大力支持 加上柔佛的这个地理位置相当的好 很靠近新加坡 所以在这一个新的经济特区 可以讲是好像以前的深圳这样 将来会有很多新的投资进来开厂开公司 吸引更加多的人才来这边工作 这样柔佛新加坡这两岸连接过后 加上经济特区的成立 将会制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有很多新公司进来 这样子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工作 自然的住宅需求就会提高了 其实不只是住宅需求了 工业商业的产业的需求也是会跟着提高 因为有新的公司会进来设立办公室 设立新的工厂等等的 这样听说这些活动将会在 ISKANDA区推动的 这样如果真的是在ISKANDA区推动起来的话 我觉得ISKANDA真的是翻身了 最后这个报道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汇率的因素 Currency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下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币还有新币很大的差距 目前来讲 加上新加坡里面他们的物价也是有上涨的 所以就会刺激到新加坡人在柔佛消费 你可以imagine一下 新加坡人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在柔佛消费 买到一样的产品 买到箱本的服务 那其实柔佛现在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 我们拿回以前吉隆坡的MRT LINE1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Teras Teras我们都知道LINE1 经过Teras区里面很多个赞的 那个时候的交易量 我们就有看到有上升的趋势了的 价钱也是一样 这个是Teras的交易量来的 在Teras原本已经有很多交易了的 但是自从MRT LINE1开跑过后 你看后面的那个交易量会更加越来越多 尤其是2016年过后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价钱来讲的话 你看其实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是有上升的趋势 一直到现在 这样LINE2也是一样的 LINE2是在2022年尾2023年大概这样子的时候 正式开跑完了了 我们拿一个例子就是格宝 格宝的这个交易量也是有看到上升的趋势的 尤其是这个high rise的 在以前2021年以前是很少交易的 2021年开始在它的那一个交易量是增加的 是大量的增加的 而且它的那个价钱 你看2021年过后是一直在上涨的趋势的 由此可见投资在MRT附近的这一些产业 是基本上是稳赚的 因为不管离开市中心多元的城市 只要是靠近MRT站的这些产业 一定会有需求量的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人 不要住在市中心里面的 但是他们是在市中心上班的话 MRT站四周围的房子肯定是他们的首选 因为相比来讲肯定是比市中心便宜的 然后他们有很方便的交通工具 能够让他们去上班 他的住宅需求是肯定有在那边了 所以现在看回作祸的话 看回柔佛的话 这个时候投资柔佛的产业 我觉得不算迟 ok 因为毕竟在这个时候还刚刚宣布罢了 你看刚刚宣布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这样子的趋势 所以我相信将来新的需求 会慢慢填补那一些 目前看起来有all supply的地方 同时间陆续续也是会有新的发展项目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周后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至于你对柔佛的产业投资 还有什么别的看法 欢迎在comment 去留言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 ok 以上是这一支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一集见 特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